四年一度世界杯足球赛 将在台湾时间21号点燃战火 首战按照惯例 将由地主国卡达率先登场 对手是二瓜多 足球是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赛事 世足赛当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每次都吸引数十亿人口观看 本届主办国是位于中东的卡达 领土11571平方公里 仅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成为历届举拜世足赛面积最小的国家 但他们自2010年争取到主办权后 至今已经花费2200亿美元 成为史上花费金额最高的世足赛 要知道卡达今年国民生产毛额1800亿美元 摊提12年筹备期来算 每年要花掉183亿美元 约占卡达GDP的一成 本届赛事为期一个月 共会在8座全新落成的场馆 进行64场比赛 门票从预赛最便宜的11美元 到决赛最高票价一张要1600美元 但到上个月 光是预售票就已经卖出290万张 打破2002年日韩共同举办世足赛272万张门票 亚洲举办世足赛销售的记录 比赛方式按照网例 参赛32支球队预赛分为8组 进行单循环赛 每组前两名晋级16强 12月3号起进行单淘汰赛制 产生8强 最终冠军会在12月18号出炉 法国是上届世足赛的冠军 而过去21届赛事中 赢得最多次冠军的是巴西 一共拿下5次 最近一次是2002年 德国、意大利分别夺下4次冠军 紧追在后 人间福报张哲映专题报道